大家好,我是卡香伙伴的 我今天讲的就是小黄妈 中间有一个 那个红色 我找到的小女孩 到明天 我妈说 带来生病了 你应该要带一点东西 去给她扶她小黄妈 她说好 那在路上带着脚 带来点 好 好 那看到带来的时候 带来说 小黄妈 那个山里里面很多 那个 那个 说你们你要小心 我看到她去找她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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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狗 骗人 他说 小黄妈 你快去找她 那里面很多 狼会要养你 然后 带来我们听到了 马上回去拿来的家 然后 那个 把门打开 这个 先把奶奶吃掉 然后 小黄妈来的时候 她说 小黄妈说 扣扣扣 有你在家吗 然后带来说 有 奶奶 那个 带来说 我 我 我们妈妈起来了 然后 她说 她说 你自己先看 对啊 然后她看完这样 然后 她看完这样 然后问 那么超多声音 她第一个学生问她 她说 她那里耳朵怎么那么简呢 她听得到你讲话 那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大 然后她说 她说 她说 那时候 那时候 你的牙齿怎么那么简 怎么那么简 然后 说完 她立刻把小黄妈吃掉 然后 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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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那个 那个 她看了 看了 那是一只大黄妈去桌上去 就把她捡捡捡 然后把小黄妈跟奶奶做出来 然后 那放一堆石头在里面 然后再封封封 然后等大黄妈起来的时候 她又到河边了 她就继续睡 然后睡下来的时候 她口温渴到她想去喝水的时候 一万 一万箭要来的时候 就 那个 摔在这里面了 我摔下来 谢谢